如果真正研究经典 他就知道佛教的好处 以及现在这些出家人所做的 到底如法不如法 有没有依照经典去做 那他就明了了嘛 他完全不了解 他也没有工夫去看 那么只有我们自己 做出一个样子出来 让他看 我们学佛的人是什么样子 然后让他去体会 不学佛的是什么样子 学佛的人是什么样子 这两个有很鲜明的对比 学佛的人真诚 清净平等自卑 不学佛的人虚伪 天天搞明文理 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 这很强烈的一个对比 所以我们自己 一定要做出好样子 给领导们看 给社会大众看 让他看看 佛法到底值得不值得 学习 应不应该发扬光大 佛教传到中国 年千年了 年千年 历代帝王 都归一三宝 帝王没有归一三宝的 很少很少 都是三宝弟子 领导全国人民 说服 所以国家社会 长治久安 他对于社会的安定 对于族群融合 确实有很大的贡献 佛法基本的借条 叫人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我们果然做到 社会犯罪的事情 就少了 这个对社会有什么不好处呢 从前帝王懂得 用佛教教育 教化 本性 特别是清朝 清朝开古 前面几个皇帝 秦发寺到宫廷里面 讲经说法 皇帝带头说服 满清 统治中国 实在不容易 清兵入关 把明朝打败 统治中国 他们总共多少人呢 你就看看历史上 12万的 他们军队 这12万的 12万人 同治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用什么 道德 佛法了 他们不是说 我教你们怎样怎样 中国人不会听的 他用什么方法 教你 孔老夫子 教我们怎么做法 大家服了 佛教我们怎么做法 大家服了 没有话说了 都听话了 他当年要是说 我做皇帝 我教你怎样怎样 保险那个皇帝坐不稳 会不会有人推翻 他聪明地方 他用佛法 你看中国 几千年来 这时候 尊从佛法 尊从道德 提到 孔老父子 释迦摩尼佛 大家什么话都没有 自然 就摆平 所以佛法 对于整个世界 都有 很大的贡献 在中国 各个朝代里头 哪一个朝代 佛法新 这个朝代新旺 佛法衰 他的政权也衰 这个诸位在历史上 你就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所以希望大家 共同努力 阿妮陀佛 阿妮陀佛 阿妮陀佛